貓國達人 對,貓國達人 知不知道有同英年感動 年輕人 未來一支大豹 糖果,米粉,糯米粉 糯米粉 糯米粉 糖果 糖果 這裏是成本的 嘩 你們坐這個吧 嘩 你們坐這個吧 嘩 你們坐這個吧 好 由我們很著名的農莊 有一個花名的鮑魚贊助人 青哥 青哥的各位友好朋友 那邊現在是在示範茶果製作的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看 這個茶果呢 它最主打魚貴肉的材料 就是糯米粉 大家可以看到嗎 我們用的是 三盾牌 糯米粉 不好意思 因為適合廣告 這個糯米粉 我們是很信心的 這個三盾牌 應該是要給 那但是糯米粉之中 大家記住千萬不要 我混些糯米粉 或者我混些其他的 有筋的筋 筋的筋 不可以的 只糯米粉 但是大家記住 最漂亮的用水磨 糯米粉 這樣就夠滑的 因為有些不是水磨的 就糯米的 好了 現在看到我們加粉了 加粉的時間呢 其實我們看到左手邊 有我們的食神 食神 他已經做了一盆東西出來 因為農場 上下大小的食物 都要靠雪傘 現在這位是雪傘 這位呢 給掌聲是雪傘 當然 他給我們這個 正正式式的美女樹神 美傘樹神 當然她是美女 現在是美傘 美傘 美傘 今天就有一點點 就已經是欠低了她 好了 好了 現在我們大概都夠了 好了 大家留意了 講回我這一盆東西 這盆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沙頭角 唐土村 特產 芝麻葉 芝麻葉 其實跟芝麻一點關係都過 但是她的顏色 那方面就像芝麻 芝麻葉得水了之後 加上片堂 適當的片堂 是你們自己喜歡的 甜度的片堂 每人都吃甜點 有些淡點 煮滾了之後 一定要怎樣 攤冷 如果不攤冷 一暖暖地 那些糯米粉就會 帶了一點點水 它就不黏了 好了 但是下的時間 又可以廿紙下廟 一定要 下邊拆一點 下邊拆一點 正確拆的方法 我想在座 很多人都沒試過 那樣東西 洗衣板 有什麼試過 嘩 嘩 是啊 它就是一個 向前一推 就是洗衣服的動作 你看它怎樣 一推 一推 向前推 繞過來向前推 插錢包 都是不插 沒錯 能力就一定要用 但是最好最好的 就是 不要帶手套 因為現在我們為了 是乾淨 但是都好 帶了一些緊身的手套 最好就是洗乾淨 就是這樣 來搓它 那有個質感和力度 你會感覺到它的麵 那個糯米粉 的力度 的彈性 去到哪裏 但是提醒大家 它並不是好似你們做粉 啊 做角仔 這樣搓到它 那麼均勻 應該是要搓到 抹到好處 就要停手 因為你太黏 它化得不漂亮 剛剛好 不鬆 不散 一抹就抹得夠 就剛剛好 待會我告訴大家 一會兒 剛剛好 其實阿娟姐今天都搓了很多底 你看阿娟姐的手 都比我大腿 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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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芝麻葉的特點呢 就是跟這個桑葉一樣樣的 但是它面呢 是深綠色的 底呢 白色的 很特別的一個店 那它的味道 等一下呢 你們 大家今天呢 就要自食其果 自食其茶果 自家製 那到時你就知道呢 它的味道是怎樣 因為一般呢 我們自家營客家人 他們做茶果 有三種料用的 我們就用 我們的特產 芝麻葉 但是有些呢 他們用那個 另外一種的植物 叫做雞屎塔 另外一種 再特別一點的 大家也聽過了 艾草 對 他們會用三種料的 但是 雞屎塔呢 它比較臭青味 腫一點的 但是我們芝麻葉呢 它是大香的 又沒有臭青的 但是又有這個 一點點 像芝麻那樣 大家看到它了 它一撕就開了 麻煩你撕開它之後 撕一塊給它看 撕完之後 不要動 你看看這裡 給它看一下 撕開了之後 其實它已經 你再撕一次 一撕開就 沒有它 對 大家看到嗎 大家看到嗎 它其實不是 猜得太誇張的 剛剛好 這個就是示範了 但是我希望大家呢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就將這個呢 擺的方法 這個是不適合人 應該是擺在 深綠色椒葉面 那是椒葉底嘛 為什麼它有什麼分別呢 又不是用來射箭 原來你擺在椒葉底呢 它椒葉熟了之後 會這樣做 那要你擺在裡面呢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你還有一個呢 你還要玩嗎 那要是 你還要玩嗎 在裡面